Tonight & 創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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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所有的創業創起來的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沛琪 非常歡迎來到我們的節目現場喔 今天呢在節目現場呢 沛琪來到了一家 我自己夢幻中的夢幻鞋 哈哈哈 我第一次呢遇到他們老闆喔 然後跟他聊了一下之後 穿了他們家鞋之後之後 之後我跟你講回不去了 真的回不去了 像沛琪呢我本身平常呢 都是穿一些平底鞋 然後偶爾呢會有一點點的跟鞋 在他們家你可以盡情的挑選 除此之外呢 他們家有個非常大的特色喔 就是他的鞋墊非常的柔軟舒適 可以呢讓你的每一雙鞋 都可以包覆著你的雙腳 陪你走很遠很遠 讓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我們波波納拉的創辦人阿派 Hi 大家好我是阿派 是派哥今天要來聊聊你的創業故事了 好 你一個不小心創業幾年了 應該超過十年 相信你的年限我已經忘記了 有超過十年喔 對對對 真的你看起來超級年輕耶 所以其實你很年輕就創業了 很小的時候 沒有啦沒有那麼小 我大概是二十幾歲那時候創業 二十幾歲開始創業 可是你本身就是想要創業當老闆嗎 你有去過其他公司上班工作嗎 有有有我之前在南科上班 你在南科上班 對 那你南科上班你是工程師嗎 不是耶我是行政人員 行政人員 對 可是那你怎麼會想要跨足到就是鞋子產業 就是你本身喜歡鞋 這個算是無搭無莊 怎麼說 對就是我之前上班的同事 他有認識鞋子工廠 那我們就想說趁年輕拼看看就是去想辦法創業這樣子 是 所以那個時候想說反正年輕有失敗的本錢 大不了就賠掉時間賠掉一些錢 真的 從來還可以這樣子 對 所以那個時候是拿了一小筆的錢 還是去貸款 我跟你說那個數字你可能會嚇到 真的假的 我們才拿五千塊出來 什麼的 五千塊 真的 五千塊創業 真的五千塊創業 因為我們當初 因為工廠是認識的老闆 那其實他也蠻support我們 就是我不需要訂很多的鞋子 他 就願意做 對他就願意做 可能就是我先訂一雙 一個顏色一雙 然後我們去拍照這樣子 所以五千塊我們花在哪裡呢 訂鞋子的錢跟登具 就這樣 對就這樣而已 就開始了 對 當然那個時候拍照就是很陽春 因為早期的網拍其實沒有要求那麼多 是 就是 可是你剛開始做網拍的時候同行多嗎 同行其實不多 不多 剛開始做的那一兩年不多 對 不多 那個時候應該大部分 因為像拍賣當時的狀態應該是蠻多 會把自己用不到的二手上去拍 可是你幾乎是賣全新的 對 基本上是賣全新的 對 所以同行其實不多 同行不多 而且鞋子要賣二手的也有點困難 真的耶 那當時的定價呢 當時的定價其實蠻便宜的耶 因為我們一開始就鎖定是全部台灣製造的商品 對 台灣製造的鞋子 所以你只選台灣工廠 對 我只選台灣工廠 那我剛開始的賣價大概是六百到七百塊 那蠻便宜的耶 對 真的很便宜 六百到七百 而且是全真皮的喔 全真皮 對 這到底 天啊 這個幾乎沒什麼賺錢吧 嗯 微博啦 薄利 就是薄利 真的是薄利多小 真的是薄利 但那個時候還沒有依靠這件事情 就是成為主業這樣子 對 所以想說多一個零用錢也挺好的 對 我們是想說試看看啊 然後 也有想過說會不會失敗這樣 呵呵呵呵 但五千塊創業真是我目前聽到最低的經驗 最低的好 訪問這麼多老闆第一次講五千塊 我跟你說現在沒有這個環境 真的耶 現在 現在我常常跟很多老闆在聊天都說 現在到底要做什麼好 其實 很多老闆都說 沒有我就是在那個時機點對的時候進場 對 好像很多老闆真的是有這種心情 但派哥你應該除了在對的時機點進場之餘 你對鞋子的研究應該也是 滿認真的去關注他吧 我覺得是從做了鞋子之後才開始認真的去研究 真的喔 真的啊 所以你是一邊學一邊做一邊玩 大概是這心情 對 是這樣子沒錯 真的喔 對因為我們其實公司有很多女同事 就是每天都看他們穿好看的鞋子 是 那 就是也會問他們的意見 比如說上班族會穿什麼樣的鞋 那你們休閒的時候大概都是穿哪一類的鞋子 所以但是你當時就確定說我的品牌定位要載一雙好穿的鞋 你確定他會很好穿這樣子 對 這是最奇怪的 你不是要賣漂亮樣式而已 對我不是要賣漂亮樣式 因為說真的有比我漂亮多很多啊 那我的鞋子說真的就是比較中規中矩一點 是但是是好穿的 對是好穿的 你希望他的舒適性是可以很高的 對 你當時的定位就是在這邊 對 然後不要太貴 中平價這樣子 對就是 雖然是中低價位的鞋子啦 然後我希望他是真材實料 是 因為其實你去一般的百貨公司或店面買台灣製的真皮鞋真的很貴 喔真的 所以你當時就想說好那這個東西很好 但是你希望他可以更親民一點 對 然後可以讓大家可以用得更久 有這樣的概念在做 對 你還印象當中你第一雙設計出來的鞋是什麼樣子嗎 第一雙就是現在看到的類似這樣子 類似款已經不是這一雙了 對 因為那一雙後來已經沒有生產 已經停產了 對已經停產了 齁齁齁齁齁 但這個鞋 這個鞋真的 在那個時候應該很流行耶 因為 對阿 佩琪我本身也有這種鞋好幾雙 哈哈哈 然後還有貼鑽的啊 然後什麼各式各樣的 這個算是蠻客氣的 超級基本款喔 也很好搭啦 所以我那時候 我們那款鞋 剛剛推出的時候 then 賣得很好 而且常賣了大概三四年多 三四年都賣同一款鞋 都是賣同一款鞋 但顏色不一樣 各種顏色 對有一指出新的顏色 因為還是要讓客人有一點新鮮感 不能一直賣固定的嘛 但是就是跑得很好 跑得很好啊 那你記得你的營業第一次突破 10萬塊的時候是大概花了多久 哇 10萬塊喔 我這個數字其實花滿長一段時間的 真的嗎 因為你5000塊創業 所以慢慢累積 對 除了這個之外 就是我那時候投入的時間沒有很長 因為我必須白天在公司上班 晚上才能處理訂單 那這個時效性就比一般的賣家慢很多 是 可是他願意等 對 大部分客人願意等 真的喔 所以從那個時候累積下來的客人 一直跟到現在的很多 也是有 因為我們去年 去年剛辦10週年的活動 那其實我偷偷跟你說 我們已經超過10年了 因為前面有一段時間是那種很混沌 你知道嗎 剛創業然後你也不知道該 方向 就是不知道方向 然後也不知道會不會成功這樣 好 那我們計算10年 是從我有銀燈開始 喔 有銀燈開始 前面只是賣家喔 還不是企業型經營喔 是是 我們是有銀燈的 是是是 所以從有銀燈開始算到現在是10年 但其實市集上更多 對 更長的時間 對 那派哥我覺得很有趣的事情是 你決定要從你 本來他是你的副業 對 變成主業的時候 你的跨出去的那一步 是什麼讓你做這個決定 喔 跨 因為在科技業很穩定啊 薪水每個月都進來 然後也很穩定 我先說我非常喜歡我 之前的公司 喔 真的喔 沒有來批評的意思 好 非常好 我之前在台積電上班 那但是我算是約聘的人員 是 那因為行政人員很多都是約聘 那我覺得 我已經在那邊待五年多 那很穩定啦 對 那時候要決定離開 是我要跨過30歲的門檻 對 我就想說 我不能再做一年簽約的工作 你這樣子告訴你自己 對 但是那個時候鞋子已經小有名氣了 算是 稍微的 微微的穩定這樣 我跟你說我離開公司的時候 我的月營業額還沒有破一萬塊 真的假的 真的 真的 你 月營業額 那跟例如是兩件事 我跟你說 我那時候就想說 好 如果我遲遲回家沒有成功的話 我就再去找其他工作就好了 喔 你那時候的想法是說 反正如果真的做不起來 我就再去上班 對 我就再去上班 對 我就再去上班 但是你總是要給自己一個機會嘛 30歲了 真的也是 對 那就好 那時候就把工作辭掉之後 專心開始做 第一個月我就 大概破兩萬多塊 認真做就有兩萬多塊 可是那時候你一個人 我一個人而已 對 所以你就兩萬多塊的收入 再扣掉成本 還是一萬多 對 但是那個很快喔 就是 跟你說 第一個月跟第二個月就是 嗯 只線上升 真的喔 因為你有認真經營它了 對 就是我有比較多的時間去 好好的回覆他們 然後寫文案 對 寫文案跟回覆客人的速度快 嗯 那 你只要回覆速度快 其實大部分來問你的客人 他就是想買你的鞋子 對 嗯 那我第二個月就大概 七萬多塊的營業額 很快耶 很快啊 直接翻倍 對 直接翻兩三倍 還不是翻倍喔 不是兩三倍以上 但是它會卡關啊 就是你會維持在 某一個營業額一段時間 就一個人的時候 大概都七萬八萬這樣子 對 所以到十萬 其實第一個十萬是一坎 第一個十萬是一坎 但是我先說這是 但是營業額不是盡力 不是盈利 對 第一個十萬是一坎 所以那個時候做到十萬 應該是想說 哇 不得了了 很開心啊 我就想說 但應該出貨出到崩潰吧 一個人出貨 因為以前是用預購 就是我可以 接單 比如說一個禮拜 經一個禮拜的單 送給工廠 請他們幫我做 那 他們也會統一 一個時間交貨給我 那我在同一天把它包完這樣 其他的天數我就是在 寫文案 整理訂單 跟拍照 就是一些 淋淋口口的東西 那你第二個月就做了 七萬塊的業績 爸媽應該覺得不得了了 還是他們不知道 我爸媽其實那時候 滿擔心的 真的喔 對 因為我那時候 離職 從台積電離職 全世界都很擔心 哈哈哈哈 我是自己決定的 我沒有跟人家講 真的喔 沒有商量這件事 沒有沒有 我不高興做我不要做 哈哈哈哈 沒有 奮陣任性 然後就是開始 反正就開始做了這樣子 對 那你剛開始 因為這樣聽起來 算是蠻順利的 我覺得蠻順利的 但是 也是會有遇到一些問題啊 比方說你覺得 中間你開始覺得有一點 需要再不一樣再突破的 第一個點 你還印象是什麼問題嗎 兩個問題 一個是跟工廠的磨合 因為我其實我不是 進入協資這個行業很久 那我 面對溝通的那個 師傅是65歲的老師傅 但是他的技術就不得了耶 他技術很好 但是他也會主導 他覺得你的小朋友啦 對 你是外行的 對 反正我去那邊 常常就是 被洗臉 對 常常就是被洗臉 反正沒關係 就是我不懂就問嘛 然後他 他每次都叫我外行這樣 哈哈哈哈 但這個師傅 是你第一個合作的師傅 對 他是師傅兼老闆 天啊 好有趣喔 但他的產能是大的嗎 產能不大 就是小小的這樣子 對 但是 小小的 他 我預估啦 他一天大概可以做 100到200雙 那也蠻多的耶 其實 對 但是因為他們 像這種鞋子 算是比較容易製作的 他的工序沒有那麼多 所以他 他一天可以做的量比較多 喔 所以那個時候就以這個為主力 對 以這個為主力 然後就跟他溝通 你想要什麼顏色 請他去幫你做製作這樣子 對 那你跟他溝通到最後他一直想說 嗯 天啊你不要給我來啊 哈哈哈哈 我就死殘亂打 哈哈哈哈 為了賺錢 哈哈 但他那個時候很不想做你生意是不是 是也不會啦 但是他 欸 因為我們都台南的 嗯 工廠也都在台南 是 我覺得 欸 你知道台南的張盃都會 就是 特別的 關注 關心 疼惜 真的 自己家鄉的小孩 真的 雖然嘴巴一直念 你說喔 你是王 然後可能對這個也不懂 對他也不懂 有時候 欸我跟他說我想要改怎麼樣 我想要做這個樣子 他不願意做就是不願意做 真的喔 他就是你想這樣做 但他死不要 對 那你跟他合作已經65了耶 他現在還有在做嗎 我好久沒有跟他聯絡了 你真不好意思 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師傅他自己 後來也蠻忙的 然後他後來說 他想要回鄉下重鐵 喔 因為他那也是65了啦 所以其實 他退休的時候是70歲 他70歲的時候退休 對 然後你就是一直 跟他合作到他退休 對 然後才開始想說 好吧那只好再找其他人 中間他一直叫你去找別人 是不是 有啊他一直叫我去找別人 因為他叫我找別人是 就是希望延續這個工作 才排制繼續做 對 因為他也知道說不可能 一雙鞋子一個板型 你可以賣一輩子 你一定要去其他工廠 多看多比較嘛 然後就是看人家怎麼製作鞋子 因為製作芭蕾舞鞋工廠 跟製作靴子或是涼鞋工廠 那個基礎門卡是完全不一樣 真的耶 所以當時就是慢慢在學到 到現在不同的款型 跟不同的板鞋 每雙鞋有不同的學問 對 對 今天非常開心在 創業創起來的節目現場呢 佩奇衛所有的好朋友邀請到 我們波波納拉的創辦人阿派喔 來到節目現場 跟所有的好朋友做分享 一雙好鞋喔 其實可以陪伴你走非常非常多的路 派哥小艾我再想要請教你 剛剛我們在聊到的時候你提到 其實創業是需要一個環境的 對 有很多的人 像現在網路賣家 甚至是網路竄起的女鞋品牌 超級無敵多 真的很多 真的很多 我自己都嚇到 怎麼會有這麼多 因為以前可能會有很多批貨的賣家 是 對那後來的這幾年 的確有蠻多手工鞋賣家出現 是 而且都是標榜台灣製的 沒錯 所以你面對這麼多的新企的賣家 因為他們可能真的很多是不到十年的賣家 而且我 沛淇我相信就是 能夠十年還可以很穩定的在成長的 這個企業體質要非常的健全 就是你的粉絲要很鐵啦 沒有被別人吸走欸 你在製作一件商品 真的要有一點自己的堅持啊 是 對 就是 比如說我堅持是在台灣這邊製作 我堅持我要用的皮革的品質 等級啊 等級是哪一種的 對那 當然就是你自己對鞋子的了解 你不可能還像入行的時候那個樣子 是 可是如果現在有一個新的人 然後就是新的可能是十年前的你 然後就一個男生來跟你問說 派哥我想要進入鞋子這一行 你可以教我嗎 你會建議他真的去做這件事嗎 我其實是蠻鼓勵的欸 因為其實 真的喔 對啊 因為我們這個產業 製鞋業其實 蠻不容易的 嗯 它有很多 這中間十年有很多工廠都瘦掉 而且你們 像你們這樣 我們現在在這個空間裡 會看到非常多的鞋 所以意味著它不能 只有一雙 它可能要很多個樣式 然後很多個尺寸 所以它不是一個 就是像五千塊我覺得這真的是 這真的太幸運了 現在真的會很難啊 我覺得早期 早期我也不需要放這麼多的 鞋子讓大家選 對 那以前我們做預購的時候 是可以做零庫存 就是接單再製作 再製作就好 那相對就是單價很便宜 因為我沒有存貨成本壓力 是 那每一個時代的環境都不一樣 現在的客人就是要求快速 我下單我要馬上收到 真的 那我就是 你可以看到我們這裡 滿滿的鮮貨 對啊 就是要馬上它訂了 我就可以寄給你 對 其實我們客人 他對我們的印象 還有就是我們出貨很快 很快 那真的很好 這個也是隨著時間 時代在變化 我們剛開始也是有 受到一些挫折 就是大家聽到預購 等十幾天喔 好久喔 就跑掉了 就跑掉了 就買別人的了 好 對 今天的最後一個問題 我要請派哥跟我們介紹一下 他們今年最新聯名合作 是 非常可愛的Snooby的鞋款 可不可以簡單幫我們介紹一下 好 好 這個是我們 2019年加入Pinkoi這個平台 那Pinkoi這個平台呢 它是 主打設計的平台 對 那主打設計的平台之外呢 他們去年有發起一個活動 就是我們可以跟 美國的Pinus總公司那邊做Snooby的商品聯名 那我們是唯一一家手工鞋路選的廠商 對 所以現在就是有幾款 在我們線上可以看得到的 目前有兩款 兩款 那它各出了兩個顏色 所以總共可以看到四雙 四雙不一樣的 就是這兩個鞋型 然後有不同的兩個顏色 對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就是 如果你第一次入手波波那拉 佩奇跟你說你真的不會失望 我真的是一穿就變成它的鐵粉耶 就是 我現在到哪裡拜訪 各位老闆的時候我都穿在他們家鞋 我現在腳上的也是 謝謝 好的 今天呢非常謝謝派哥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 那最後請給我們一個祝福 就是 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創業最大的座右鳴 你會提醒你自己什麼 蛤 沒有 這個沒有先軟好 沒關係 沒有我們就說沒有 最大的座右鳴 其實你還是要對這個產業有興趣 你真的要有興趣 我雖然是男生我不穿女鞋 但是我對設計這一塊 我是有興趣的 那 保持熱情 對你真的要保持你的熱情 好 你做出來的產品 才會有生命 哈哈哈哈 好超棒的 OK今天非常謝謝我們派哥來接受 佩奇的訪問喔 那如果你想要更認識他們家的品牌 你可以直接在Facebook上面收行喔 嗯 波波納拉 巴布納拉 真的不好唸 但是很好穿 好不好 謝謝 很好穿 那今天也謝謝派哥囉 謝謝 希望小孩下次還有機會可以邀請你 謝謝 好 當然沒問題 consciousness 謝謝 烹簧 醫生 詞 1998